警戒的风气又出了状况 有两名刑警和军事主任检察官 竟然和帮派分子同桌吃饭 而且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疑似是和店家发生了争执 天道蒙分会长竟然缩使他的手下 拿了棒球棍到店家来砸店 泼妻示威 不但把店里面的玻璃门全部都砸碎 就连店内的桌椅全部都被砸烂 店内的柜台小姐吓到抱着头躲在桌下发抖 行径十分的嚣张 但怎么会这样的事件当中又有刑警 切入其中 一群男子头戴安全帽 手持棍棒直接冲到店家门口 拿起棒球棍就是一阵乱闸 还拿起椅子往大门口砸 整面玻璃门几乎砸到碎裂整地 还颇油漆示威 这群男子敲碎玻璃门还不甘心 直接冲进店里掀桌子敲烂椅子 还用棒球棍砸柜台 把店员小姐吓到抱着头直发抖 店内摆设全都被砸烂 玻璃也全都碎落整地 初步估计损失约超过两百万元 经过警方调查 原来这群手段凶残的男子 全都是天道蒙的成员 初步的这个搜证显示这个事件背后有帮派跟部分的公务人员设案 那目前的检察官已经将被告跟相关的证人总计16位的传讯到案 原来当时天道蒙的分会长震撼两名刑警及一名军事主任检察官正在这家餐厅吃饭 却因为和店家发生小争执 就派天道蒙的小弟到店家砸店 警方将这两名刑警和主任检察官带到局里调查 并查获天道蒙成员共16名 并取出用来砸店的棒球棍以及长枪两把 目前全都被移送地坚数侦办 中间新闻简正方刘一军桃园采访报道